采訪報導 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 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林振澤 在結束拜訪姐妹州行程之後 來到南加州 親自到美國客家會館做客 向相親報告國內的大事 由於這幾年 他一直設法解決海外小留學生 面臨的兵役問題 這次他也提出未來募兵制 上路後的做法 林振澤到美國客家會館 做相親報告 一開場先由客家化問候相親 感覺就像回家一樣 此行先拜訪了三個台灣省姐妹州 推廣台美經貿合作 不過讓他煉知在知的 就是這幾年 為小留學生兵役問題解套 他特別感謝兩年前 接受東森與媒體有約專訪 引起海外熱烈的迴響 在東森訪問一個小時 我們也想到 不管是澳洲的年輕朋友 還是其他州的 包括美國東部的 都看到有關小留學生制度的問題 都寫信來 也傳到行政院去 就很好的互動 那我們也了解到這些困難在哪裡 由於募兵制馬上上路 小留學生兵役如何的應變 他表示這也是此行考察的重點 並提出了看法 小留學生有關兵役的問題 牽涉到募兵制的開始 那如何再做一個替代役的疏解 這個問題就慢慢解決 時刻關心小留學生 現場他收到了洛杉磯台北經文處副處長周慶龍 以及美國客家會館榮譽董事長邱啟宜 以及藍家喬領的歡迎 透過座談會 能跟鄉親相見歡 也是此行最大的收穫 東訊新聞 吳中國王祥林彭迪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